好,小一生手四 一样是成立提示 调整方式改为每位同学的成绩乘以1.2 再加上15分 调整过后的算数平均 与标准差要计算出来 我们来看调整过后会是什么 调整前的平均是多少呢 调整前的平均是 我看一下 调整前的平均是62分 那你据你把你的原本的平均62分 去乘以1.2之后 再加上15 就是你之后的 平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原本的62去乘以1.2 再加上15分的话 它是变成了89.4分 但是我们刚才也讲过 标准差跟同时加减是没有关系 只跟同时乘除有关系 你的原本标准差是多少呢 你原本的标准差是 我看一下 原本的标准差是2分 那现在乘以1.2倍了 那就把标准差乘以1.2就可以了 跟同时加15是没有关系的 所有的标准差就变成了2.4 这个是小吃生手式